现在奇瑞的SUV品质都相当高 比如说锐虎8PLUS 星图揽月等等 它们使用的都是奇瑞的2.0T发动机 动力非常的强劲 而前不久奇瑞又发布了一款全新的中型SUV 它在性价比方面更是出奇的高 这款车就是全新的捷图X90PLUS 它的尺寸介于锐虎8PLUS和星图揽月之间 长度为4840毫米宽度2850 宽度超过1米9 更重要的是这台车不仅尺寸大而且配置高 甚至价格比锐虎8PLUS还便宜 全新的捷图X90PLUS的颜值比原来的X90可是要高得多 车头的进气格扇尺寸很大 全LED矩阵式的大灯也是科技感满满 其大气的程度甚至比星图揽月更好 侧面两条不连贯的腰线配合庞大的车身 也有很强的压迫感 车尾则使用了全新的贯穿式尾灯 而新的捷图X90PLUS车内的气场 同样也不输星图揽月 大尺寸的连体液晶屏空调区也是触摸式 而且像座椅加热 实景导航 人脸识别 电动尾门等高科技功能也是一点都不少 动力上 截图X90PLUS也用2.0T的发动机配7DCT的变速箱 无论是动力还是配置方面 截图X90PLUS绝对不比星图来月差 据悉该车的价格可能在10万块起售 如果你想10万块买一个中型SUV还是奇瑞的2.0T 那么截图X90PLUS值得一看